2月27号 真功夫电影《双结棍》在京举行了公映媒体见面会 发布了终极预告片 导演陈天兴 动作导演桑林 以及主唱于杨菲等一同亮相 向上演员贾玲也现身发布会 为电影宣传造势 本部影片的导演兼主演陈天兴 此次也是某足了劲 力求打造一部真功夫电影 坚决抵制电脑特技 后期处理 要求所有演员必须全权盗肉 真招实打 因为拍戏受伤 已经修整一年的陈天兴 活动当天在现场便再次耍起了真功夫 给大家展示了闪电拳和寸拳 虽然影片《双结棍》在国内还尚未供应 但早已在欧洲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作为克隆国际电影节 入围的唯一一部动作片的华语电影 《双结棍》就一举债的组委会大奖 谈及此次国际电影节之旅 陈天兴也特别骄傲地表示 让欧洲人继李小龙之后 又看到了中国的真功夫 而对于他本人所提及的真假功夫电影 陈天兴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未来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关注中国民族电影的中国人 都应该有这样一种责任和担当 去为了延续李小龙功夫片当年在好莱坞在外国那种声誉 为我们目前比较低迷的电影寻求一条 真正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道路 我还是那句话 提倡真功夫电影 演员一定要会功夫 你不会功夫打出来的东西 演出来的精气神力功 完全是画平 我经常讲如果功夫片我们拍称 说的东西都是让T神去做 那辜负了欺骗了喜欢我们的影迷 喜欢我们的粉丝 喜欢我们的观众 所以一句比较形象的一点话就是 真功夫片如果拍成假功夫片 跟地沟友真的是没有什么区别 它会残害我们的心灵 会让我们民族的东西最后丢失了 骷髅娱乐已经报道 感谢观看